透过家庭培训,让小朋友能够从玩乐中学习 鉴于客家化在都市地区使用人口渐少 高雄市客委会从去年开始办理客与家庭陪力计划 而今年更选择在客家文化园区举办计划成果展 现场有许多家长带着小孩一同参与 其中也有家庭对客委会推行的客语计划表示赞赏 讲说这个客家的语言一定要传承下去 所以刚好有客委会举办家庭的培训 我觉得他们的课程设计得非常好 而且大人小朋友都有适合他们的课程 他用游戏中让你知道语言是怎么下去说 应用在生活中 所以我觉得这个活动是非常对客家的语言传承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案 而在政策的办理之下 也希望家庭能够在日常中多说客语 接下来让我们看一段客语家庭的对话交流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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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所以品重就會講學法好嗎 好 課委會未來也將為客家文化部分進行努力 更期望未來能將客家良好文化保存 不會讓美好的文化因此流失 十方新聞養餘帶徐建議高雄採訪報導